Q彈小卷一塊一塊鋪在米粉上 搭配有著香蔥的清甜湯汁 這一碗小卷米粉 有著海味也有古早味 是新化老街人氣店家的招牌 但是業者卻被指控 賣的東西很貴 給一顆心評價 蟹肉棒 然後六支玉米筍 對 總共是12匙 四澡 實地擺出一盤沙拉 六根蟹肉棒和六根玉米筍 老闆說就是擔心員工 在訂單多的時候手忙腳亂 所有的菜色他都有規定的SOP 分量還有根數都有依據 消費者指控的 他第一時間發現 就馬上留電話請對方聯絡 但是沒有照片沒有回憶 就一顆心的副品 給了他不小打擊 因為我們是很認真在做事情 然後他這樣子 我會覺得心很累 會覺得很累 說得了 這是古早味的 在台南要這麼多吃 被評為人氣店家 這間新化老街上的小吃攤 假日有可多 一碗滷肉飯賣25元 市場一斤賣190元的小卷 老闆料理完之後搭配米粉湯 一碗賣70 甚至還提供了 加量不加價的服務 防疫期間也幫忙 醫護免費外送 到底這一顆心的評價 是否真的有疏失 業者希望留言的網友 給個機會來說明 別讓疫情期間 生意難做的當下 再收影響 三連熊王少爺 朱宇榮台南報導